2021年2月14日 我哥们杨债宝死了 昨天死的 杨债宝是上席毕业的 安徽宿州人 上次跟他在一起就是吃安徽菜 他是上席毕业的 南方人 但是又受南方教育上戏表演戏 但是长得却像个北方大汉 一直演英雄 最著名的一个电影叫 从奴隶到将军 他演的大笔都是真事 比这更有名的是红日 就是张灵甫那个 他在里边演一个连长 还是一个团长 再靠前叫年轻的一代 就是上山下乡 学地质找矿的 杨债宝长得是 抱头还演 五官端正特符合高大权时代的英雄形象 所以他演的都是主旋律人物 工人老的哥 学总是热的 解放军从奴隶到将军 革命青年 年轻的一代 上山找狂 文革的时候 由于讲真话 被打成现行反革命 杨债宝入狱 四年三个月零十四天 四年三个月十四天 关在监狱里边 一个血腥大汉 差点给关死 他是1935年6月25生的 和我另外一个真的军长哥们 都是1935年的 他们俩还遥遥相对过 只不过两个人没走到一起 我那军长朋友是今年1月8号走的 杨债宝比他晚走了几天 是昨天 2021年2月13号走的 上次吃饭 杨债宝还说 有朝一日我要出来演 我演军长 我还把这段独庸视频拍下来了 我说我见不见面 我给军长看看 但是还没等我 把我这视频给军长看 军长2021年1月8号就走了 还没等我把我这段视频 给军长看呢 杨债宝自己也走了 下面我接一段视频 那视频是上次 也一年多以前了 我们一帮老朋友 在一起喝大酒 吃安徽菜的一段视频 当时是发出来了 现在应该也能通过吧 杨债宝哥们永垂不朽 血总是热的 这一段视频 是 那是 你是 是 你坐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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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年纪最大 你让他一段来是 那个 松阳的 Ali 到底的粉絲 雪總是熱 太意外了 太意外了 这个旁边是他的徒弟 外号沙和尚 这边挨着刘耀辉 是法大85级89年毕业的 现在做律师 也是做挺好的律师 大命鼎鼎 普世强 普世强是前律师 这个红柿 红柿的连长是吧 对对 是年轻啊 对对 以前那个团长的那个是 村里是吧 不是叫李柏 这个是张灵柏 那个 叫舒适 他演的张灵柏 舒适 那个演的挺好 对 这个是进篇后来又重新播了 对 批判的文化大干明开始就批判 对对对 文化大干明结束之后 嗯 在采放的 对 很多人也行 都知道四个空日 再见 不别笑着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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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老师也被判过去 因为说实话 我要打个命 我不是 这桌不行 我 因为我们基本上都是被自己人判的 哈哈哈哈 对 对 某同学校以后把自己判 过去 陶俊星吧 昨天宏观局又危吓我 为什么文化大漳 因为说我这个 经常发表三两年 哈哈哈 谢谢 然后以后就把外人 好 然后以后就把他外人搬 这个谁有关系联系 这合个影子怎么了嘛 对对对 这个影子 对对对 他还听着适合展 在我们十二楼嘛 对 哎呦 你买票了吗 今天 我那不需要买票